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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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刘阿楼同志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 他是一个一贯听毛主席话的人 但这一次呢 却没有完全按毛主席说的办 他不但明了 而且惊了人 他为什么又不听毛主席的话呢 今天这一讲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其中的一些故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叫参战之难 在1950年10月14号 当时朝鲜战场的态势是什么呢 就是联合国军在他的所谓总司令 麦克阿瑟的带领下 已经越过了划分朝鲜半岛南北两个区域的北纬38度线 而且占领了朝鲜的平壤 大局北纬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人下一步仗怎么打 麦克阿瑟就跟他的总统杜鲁门就在北太平洋上的威克岛 举行那次非常著名的会谈 就来讨论一下这个仗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在会谈中呢 杜鲁门就表示出他对中国出兵的这样一种担忧 但是这个麦克阿瑟很不以为然 他对这个谨小升为的总统很是看不上 总统他是不抽烟的 麦克阿瑟也知道 但是他根本就不管这一套 他就叼了他那个大岩堵不断地吞音谱 然后很傲慢地对这个总统说 你不用担心这个事 中国不可能出兵 为什么他们没有空军 只要他们敢出动 我一定会给他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 而且还拍胸部说 我这个战争一定会在感恩节 也就是11月下旬结束 麦克阿瑟很狂 但是后来发展的事情证明 他的这些话全都成了一个笑柄 因为就在他说完这番话以后 五天之后 中国人民军军就跨过了亚路墙 两个月之后 他认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就出现在了朝鲜的上空 而且打下了他美国的飞机 但是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再看 麦克阿瑟当时说的这个话 中国没有空军 这个话既不对也对 说他不对 是因为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人民空军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战斗部队 而且我们当时已经开始从苏联引进 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间接机 但为什么又说他又对呢 就是我们当时虽然有了两个师的兵力 但是呢 这些飞行员的训练还没有完全结束 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飞行员飞螺旋桨飞机也就是几百个小时 我们喷漆式飞机正在改装之中 再就是我们的实战经验完全为零 而我们的对手是什么状态呢 美国入行朝鲜之后迅速投入了14个连队或者大队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兵力 投入作战飞机达到1100架 而且这些个飞行员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的 都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 你这样看来无论是从兵力的数量还是质量 兵员的这个作战水平和能力经验来看 我们跟美国人是没办法相比的 真要去打胜算可想而知 所以说呢 在10月19号我们志愿军地面部队过江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决定让空军惨战 这个不是我们不重视空军 而是我们实在是拿不出可用的兵力 其实我们毛泽东同志啊 军委领导当时并不是不知道美国人空中力量的厉害 我们在运筹这个作战的时候 曾经向苏联提出过 由苏联派出空军部队 我们出地面部队 原来是希望是这么个打法 苏联政府一开始也都同意了 但是后来在我们即将做决策下决心的时候 他突然变了卦 以所谓没有准备好位 忽然又说我不能出兵 所以在战前决策会上 毛泽东同志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 做出了决策 没有空军我们也要出 那么志愿军地面部队过疆之后 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 凭借着英勇顽强的作战 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但是毕竟是没有空军掩护 在美国空军海军航空兵的狂轰烂炸之下 我们也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 就说一个数据 我们志愿军勿潮的时候 因为要保证后勤补给 带来一千三百辆汽车 但是二十天之内 被美国飞机炸掉了六百辆 我们境内也挨炸 有一个统计 从一九五零年的八月到十一月 美机入侵我中北边境是一百五十一次 疯狂地进行侦查轰炸烧 所以这么一种压力之下 我们入朝的部队 特别是彭德怀同志 对空军的出动是表示的急切的期盼 频繁向国内打电报 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式下 在十月底 毛泽东同志 把刘亚楼同志招进了中南海 当面向他指示 空军必须迅速出动 支援朝鲜地面部队的作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原来说 不派空军入朝的 这个苏联政府 又改变了主意 这个时候通知我们 他的航空兵 可以进驻中国的东北 协助我们 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这样为我们参战呢 就是也创造了个很好的条件 那么空军领受这个任务之后 这个时候 刘亚楼同志的肩上 就承担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什么压力呢 这个仗怎么打 尤其是第一仗怎么打 你毕竟是这么强大一个对手 我们这么弱小一个空军 这个仗怎么打 这个时候呢 在朝鲜战场上 这个我们在空中面临的压力 还在持续的增长 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 非常严重的事件 就是在11月25号 我们志愿军在朝鲜的 大渔洞的志愿军总部 居然遭到了美机的轰炸 所以想想当时我们这个 刘亚楼舰上承担的压力 我们可想而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前线的部队 不停的提出空军赶紧作战的 这么一个要求 你们空军什么时候上 那空军子战员自己呢 也是求战热情非常高 请战书啊 甚至带血手印的请战书 一交上了一大路 那刘亚楼同志 这时候真是叫做压力三大 其实他也想 赶紧把飞机都放出去 跟美国鬼子好好的拼一下 但是他也非常冷静 他深深地知道 我们现在是输不起的 绝不能一起用事 所以在十月底 从毛主席那领受了 入朝参战的任务之后 刘亚楼同志就 一方面他是在组织部队 赶紧加紧训练 像空三十空四十啊 就是住房到东北 加紧进行这个 米格事务的改装 同时他老子里 始终就在想到一个问题 我的第一仗怎么打 有网友问 空战究竟是怎么打的 他有这么几个 基本的步骤 要解决 第一 就是要发现目标 就是在空中 可能地面情报 通报了 什么什么距离 什么什么高度 什么什么几点钟方向 或者多少度方向 有低机多多多加 但是你只是通报 雷达看到的 往往是在你的视距之外 一般就在空中 情况 近空条件比较好 目视条件比较好 大概就是不到二十公里 如果天气条件差 可能就是四公里以外 那么你在这个距离上 你要用你的肉眼 发现这个低机确实在哪 第二个要 要站位 就是你发现低机之后 因为你发现 可能是在十几公里 但是你机炮打不了那么远 你一定要够上 能够射击的这个位置上 而这个位置 又要保证自己 不被敌人攻击 所以传统的空战 你一定要摇尾 我们看当时的空战 反乎强调一个摇尾 摇尾和反摇尾 我不让敌人摇我 我要摇人家 就是一定要站到他的 一个后面一个 比较有力的位置上去 这是站位 这个站位在整个空战中 特别特别重要 第三个就是瞄准 因为毕竟你就算摇尾 跌尾要摆脱 你怎么样去 保证用你的瞄准机 或者光环把低机套住 你要不停地调整飞机 确保你的机炮 是对准你这个目标 最后一个环节是激发 激发其实也是很有讲究 这关键是实际的掌握 准确地扣你满机 那么这样才能把低机积落 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将如何面对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美国空军 首次击中美军飞机的 中国飞行员是谁 当时的空战的情形 是什么样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二个问题叫 决策之妙 好在苏联空军决定参战之后 很快向我们中国的东北 部署了三个尖机机师 那么这三个师 后来统一编成64航空军 他们就是飞机部署在我们东北 然后他飞机可以 在空中可以到朝鲜的北部去作战 这就为我们这个志愿军去参战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资源性的条件 在1950年的4月1号 那么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 取得了首次胜利 击落 击伤 低机各两架 那么根据这种形式 刘阿楼同志在空军党委会上 就确定了一个积蓄力量 选择时机集中使用这么个作战方针 这是个比较稳妥的方针 毛主席批示 刘阿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 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也就是说我们确定了一个稳妥作战的方针 就不上去跟你大规模的打 硬打 但是这个方针呢 苏联的老大哥认为不好 当时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上将 专门找到刘阿楼 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刘阿楼同志还跟着争 然后后来这个扎哈罗夫呢 直接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就说你们太胆小了 打仗哪也不牺牲人的 大不了损失一批飞行员和飞机嘛 他是口大气出 他是打过大仗的 他这里手里的夹底子很厚的 但是周恩来同志 他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定的这个 稳妥作战方针 他跟扎哈罗夫解释 我们的空军是一株刚刚出土的嫩芽 把它换掉以后 它就没法成长了 他说如果我们越战越弱 把元气给伤掉 失去了我们发展的基础 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坚定地执行 稳妥作战的方程 毛泽东同志日社会提出 一鸣折宜不必惊人 其实也就是个稳妥的意思 那么根据稳妥作战的方程 刘阿楼同志就加紧组织部队 进行战程准备 同时很明确地把守战的任务 交给了空事师 他直接下到司里 向司首长 向司党委 直接下到作战命令 提出作战指导要求 他给空事师的任务 非常明确就是 过好打仗这一关 守战这一关 一定要把实战关给过下来 但是呢 你既要积极地打 又不能过于冒失 他专门给这个空事师的 师长方子义 给他一个紧箍咒 比如守战的时候 我只给你双击或者四击的 批准权 也就是说你师长 只能批准最多四击 一次性出动 什么时候要出动八级 等我的指示 那么在十二月份 空事师的部队就开始开进到 安东的浪头机场 空事师呢 又把任务具体下给了 他的十团二十八大队 这是当时整个空事师 甚至是我们整个资源级空军中 作战能力最齐整的一个大队 大队长叫李汉 从十二月下旬开始 李汉的二十八大队呢 就开始跟着苏联空军的飞机 去进行熟悉战场的飞行 就是这个主要是 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呢 就是去飞一飞 转一转 看一看地面 就是熟悉整个空域 熟悉整个地面的地标 就是一种熟悉飞行 然后飞过几次之后呢 又开始跟着苏联老大哥的飞机 出去参战 这个参战其实就是一种间隙性的 苏联老大哥的飞机出去打 我们在跟后面跟着 我们叫做实战锻炼 但是我们的飞行员呢 很想利用这个机会 马上打上一仗 可是呢 跟着苏联老大哥出去 转了好几回以后 死都就没捞着仗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个除了我们飞行员 本身技术还有限以外 很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我们跟苏联老大哥 飞机这个 这个编队方式 苏联老大哥 他非常照顾我们 他一看就小兄弟嘛 也不太会打仗 一定要保护好 所以呢他整个初级的编队中呢 前面是他的人 后面是他的人 就把我们四级或者八级 就裹在中间 所以你就很难捞得到战机 敌机来了 人家先上去 而且一旦出现敌机以后 出现空情以后 这些老大哥的飞机 前面的就冲上去 不光前面的冲上去 后面的也冲上去 就是说把我们这些飞机 反而就撂在空中 没人管 所以这种个 实战断断的方式 我们飞行员意见就 比较大 就纷纷地 跟市长提出来 这么个非法不喜 方子义也觉得不喜 就跟 刘亚罗请示 怎么办 那么刘亚罗呢 就在北京找到了 苏军的 援华的空军顾问 克拉索夫司机上将 就跟他交涉 就说能不能让我们的飞行员 打几仗 那么克拉索夫司机 就没有接受 刘亚罗的意见 我话说得很客气 你们想跟美机作战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现在还没到时候 你们现在力量太弱 你现在去跟 美国人应拼的话 他用了句中国成语 他说你这叫 以卵击石 这个跟上面谈不拢 刘亚罗就指示方子义 就说你跟 苏联空军部队的首长 你去跟他再谈一下 如果再谈不拢 你就单干 那么方子义呢 就找到了跟他同住 在一块的苏联援华的 第五师航空军师的师长 叫巴斯盖维奇 就找到他跟他谈 这个巴斯盖维奇呢 早年曾经带领一个航空军团 在上海援助我们搞过空防 在当时方子义就跟他就认识 这个巴斯盖维奇 跟这个克拉索夫司机的态度 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不赞成我们马上打 而且他还给我们打了个比方 他说 这就好比哥哥带着弟弟出门 碰上了坏人 跟坏人打起来了 他说 我是一手牵着弟弟 这个哥哥一手牵着弟弟 一手跟坏人打 还是我把弟弟暂时放在一边 我双手就跟敌人打 他打了这么个比方 还是没弹下来 这个方子义一看彻底是没戏了 指望苏联人彻底没戏了 他就跟二十八大队的队长 李翰 就商量了一个方案 他说以后再出击 碰到敌情 你刺激 你就只管冲出去打 当然了他也交代他 你也别跟敌人纠缠 打一把你就赶紧撤 那么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李翰带着人 跟着苏联老大哥出港 一接到地面通报说 哪个防卫 什么高度 有敌机 带着飞机就冲过去 这样冲几次 当然虽然没有 马上打上敌机 但是也算是经受的锻炼 但是这种情况 苏联老大哥就不太高兴 因为当时在浪头机场 对空指挥是这么个情况 巴斯盖维棋 一个话筒 方子义一个话筒 都在一个房间之内 我们用汉语指挥我们的飞行员 巴斯盖维棋 用俄语指挥他的飞行员 在空中出现了 中国飞行员脱离编队的情况之后 他空中的飞行员 就赶紧就跟巴斯盖维棋 就通报 说中国飞行员乱飞 你赶紧让他们回来 他们之间是没法直接沟通的 巴斯盖维棋就跟方子义说 你赶紧让你们的人回来 这个方子义就装作没听见 然后通报空中了 你们该怎么飞怎么飞 这个巴斯盖维棋 他也听不懂 这么一来二去 后来这个巴斯盖维棋 也就默认了 这样就有了我们 在1951年1月21号 首次击伤美机 29号首次击落美金之战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初战之名 在1951年1月21号的上午 我们接着通报 美机一批又在轰炸朝鲜北部的交通线 那么苏军出动了 李汉带着六架飞机的一个编队 也跟着出击 过了亚洛江以后 高度还仅仅在3000米 那么李汉带着一个六级编队 也跟着出击 然后在前面就发现一批F84 这是美国的一种 抨其式战斗轰炸机 正在轰炸这个朝鲜的地面目标 然后他带着 他们整个这个六级编队 一下子冲过去把敌机的阵型给打乱 那么李汉在混战之中 咬住了敌人的掌机 敌机转了几个圈没甩掉 李汉抽准时机在400米距离开火 然后这架掌机拖着黑烟 歪歪斜斜的就像蓝跑 那么整个敌机编队的 看到掌机受伤以后 也都跟着就跑了 这就是我们人民空军 也就是志愿军空军 在朝鲜打的第一仗 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所以当时空军首长非常的高兴 发来电报就指出 这次战斗证明 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 是有战斗能力的 是可以跟美军作战的 说到1月21号的战斗 还有一个小的争议 要说一下 就是1月21号 我们现在的史书上记载的 都是叫机伤 但是事实上呢 当时战斗打下来之后 都有一个程序叫做 检查那个照相枪的那个胶卷 就是在飞机的机头 有一个照相机 就是你在开炮的时候 他同时把那个射击的 这个效果 这个画面会拍下来 回来以后都要看这个胶卷的 当时在判读这个胶卷的时候 很多飞行员 包括很多苏联飞行员 都认为是击路 不是击伤 但是只有一个人认为是机伤 这就是谁呢 就是主持这项工作的苏联的射击主任 他是专门判定结果 由他最后说了算 其实后来 李汉同志包括这个方子毅同志 通过他的回忆 甚至在一些媒体上公开表述过 其实1月21号我们是记录 美国人的一本书叫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 他在这本书上也记录下来 1951年1月21日 米格飞机表现得 异乎寻常的机极 打破了惯例 对正轰炸青川江桥的 两个F-84小队 进行了突然袭击 在这次空战中 米格15击落一架F-84 所以这是有佐证的 但是后来我们为什么 没有采用这样的说法呢 是因为当时主持这个 照相枪判读的 是一个苏联的设计主任 他坚持认为是机伤 所以后来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 尊重老大哥的意见 我们一直认为是机伤 一直是这么记录 这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了 这个现在我们并不去纠缠这个事 因为紧接着到1月29号 我们终于迎来了 扎扎实实击落美机的 这么一个机会 有网友问 飞机上的照相枪是什么样的 什么叫照相枪啊 里面其实就是个照相机 为什么它不叫照相机 叫照相枪呢 因为它跟这个飞机下面的 这些火炮的开关 它是联动的 它的快门跟那个开关是联动的 扳机是联动的 你在机舱里 只要按动扳机 激发 它的照相机同时在工作 那它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它记录你的设计的弹道和最终以击中目标与否的这个效果 它是起这个作用的 所以它是飞机上用来判别战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 所以说从这个照相枪这个问题 最关键的是地面正经地面的残骸 如果我在地面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那肯定是被记录了好多 但是找残骸要知道飞机飞得很远 找一个残骸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办法有的时候慢慢也用不上 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 地面目视观察 我在地面看到这个飞机是不是被记录 但是呢 我们知道飞机空战几百米以下这个都是早见 大部分都在两千三千米以上 你地面看其实也是很难看 所以这个办法也不是特别的有效 第三个办法 空中看 就是空战中的飞行员 看他的观察敌机是否被记录 这也是往往是个经常我们要采证 要调查的时候要找飞行员听报告 让他讲情况 调查 但是呢 你要知道飞行员在空中 他的经历其实主要在于空战 至于说敌机被击中以后往下掉 是不是掉到地上了 他很难去判断 如果再有云的话他也看过去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一架飞机被击中之后 除非他当场爆炸 或者说就是整个机体被打烂了 一个翅膀掉下来了 除了这种情况 他被击中以后 他并不是马上失去状态 或者说他会自动往下坠一段时间 或者说他有意地采取 向下滑行规避的方式 他也会形成一种脱了黑眼往下掉 有的时候往往人家就判断 这个飞机被击落 其实不是 这个飞机可能划到块地面 所以他就起来了 这也造成这种空中判断 也是很困难 那么后来人们就更重视使用这种技术手段 就是照相枪 但其实照相枪也有曲线 照相交转一般只能判断 我是否击中了对方 是不是击落他 不一定 再也就是如果说这台飞机在空战中 他也被击落了 这个照相枪也会毁掉 或者说焦点曝光 照相枪他也用不上 反正就是说这个空战的特殊性 它相对于陆战和海战来讲 要确认一个战果 确实很多很多的难度 这也是造成往往一场战打下来 关于战果双方或者第三方 反复这样的争论 到现在可能都永远是个谜 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1951年1月29日的空战中 李汉是怎么击落美军飞机的 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 是如何与强大的美国空军飞行员 在空中拼刺刀的 他们在1951年的1月29号 同样是接到敌情通报 美机在朝鲜北部轰炸 这个时候输军出动 我们跟着出动 这次我们出动的是一个八级编队 还是李汉带领 那么在出击到一定距离上之后 地面就通报 敌机在120度方向高度6000米 李汉马上下达了命令 二中队高度8000 一中队高度7200 航向130度 就向目标区搜索前击 他为什么下这么个命令 目标地面通报是6000 我们二中队就是在靠后的这个四级编队 他取高度8000 那么一中队就是前面攻击的这个中队 他是高度7200 这样形成个梯式 对目标啊 他形成个高度的优势 那么地面通报目标在120度 李汉却下令我们取130度 他为什么会这么下命令呢 因为我们在向南非 当天作战是下午 太阳是从西边过来 我取130度的话 这样就确保我能够在更西的位置上 利用阳光去观察敌机 而敌机如果向我观察的时候 他会出现逆光的效果 所以李汉他还是动了很多的心事的 这个明年下的时候很科学的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么一个航向 按照这个高度相权推定 很快就发现了敌机 当时敌机是16架 它分成八架一组 八架一组 有一定的高度差 一部分在掩护 一部分在轰炸 那么李汉就决定先打上层的这八架 因为这上层的这八架 它是个掩护机群 它是决定夺取支控权的飞机 那么这八架见到我们之后 我们赢上去以后 我们八架赢他的八架 那就形成了交战的态势 我们采取的是一中队攻击 二中队掩护 采取这么一种态势 每机也分成两个四机 那么这个空中就形成了 一共是四个四机的机组 这么犬压交错的交战态势 那么也就是在一阵的 这个辗转腾罗 这个盘旋 机动 互相摇尾 追尾 然后摆脱 这么一种态势之后呢 李汉抓住了战机 咬住了其中一架第一架 还是在四百米开炮 那么这一下这架飞机 很快落到黑烟 直接掉到大海里去 从空中可以看到高高的水柱 那很明确的确定 它就是击落 那么打完低机之后呢 另外那八架 美机这个时候征员过来 这个时候他们就 一下子咬住了李汉 李汉就抓紧机会 赶紧机动摆脱脱离 然后就拼命向北飞 美机就拼命跟着向北去追 但是追了一转之后 也没打上 美机只好跑了 美机一向北车 最后李汉呢 因为他打在了混乱中 他也形成单机 他了解 他们都脱离关系了 那美机一跑 他掉过头来 李汉又追得过去 在这个过程中呢 正好他就发现 还有美机有一架单机 正好从他前面经过 所以他追上去 又是一架炮 而这架飞机呢 后来确认是被击伤 后来我们从美国空军 颁布的史料中 也查到了 他的当时的参战飞行员 叫威尔逊 他的关于1月29号 这是空战的一个回忆录 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 这场战争是怎么打的 威尔逊呢 是个比较年轻的飞行员 1月29号参战的时候 当时他看见 我们的米格15的时候 他心里还挺激动 他觉得我可以 这下可以立功了 他是个辽机 然后他跟着他的掌机 就是在发现 我们的飞机之后呢 他们准备 按照他们标准的动作 是准备采取 转弯 绕后 追尾的这么一个态势 那个时候空战的 基本格局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一旦相遇了之后呢 通常都是采取转弯 或者上升 俯冲的这种态势 绕到对方的后面 去摇尾攻击 他这对威尔逊 这次突然发现 这个中共的飞行员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直愣愣就从他们冲过来了 当时他下一次 就把教室杆 一下子搬到底 同时灯满又多 这样一个向右急转脱离了 都被那个安全带了 紧紧 勒在那个座椅上 离心力太大 整个他人就蒙圈了 等他回过神来 保持恢复到 平衡飞行状态的时候 他一看 他的掌机没了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然后远远看见 就有一架飞机 拖着黑烟 在往海面向掉 后来查明 这就是他的掌机 其实当时他认为 那个愣头轻视的 不按套路出牌的飞行员 就是李汉 所以李汉 怎么去打下了 这架敌机 他就是这么一种 看似非常简单的战术 就是我跟你打对头 我跟你拼吃的 那么这一场打下来 对整个全军的影响 都非常大 那么这个战宝 一直抱到毛泽东 周恩来 毛主席的评价是 你们这一仗 政治意义 大于军事意义 周恩来同志 也很高兴地说 你们是不飞则以 亦非冲天 不明则以 亦明惊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刘亚楼 我们打个引号 没有完全执行 毛主席指示 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这一仗打下来 苏联人对我们 也另眼相看了 原来他们是多多少少 对我们是很看不起的 这一下对我们的看法就变了 那个巴斯盖维奇 那个师长原来对方子义 多多少少 还有点傲慢 这一下就客气多了 关键是他的领导人 斯大林 也就此改变了 对我们的看法 他专门打电报 给那个克拉索夫斯基上将 那个空军顾问 就批评他 原来带叫中国飞行员 太谨小慎微了 你们应该放手 让他们去打 你们应该改变这种 谨小慎微的做法 这个克拉索夫斯基 后来就找到刘亚楼 就说刘亚楼同志 看来你的想法 你们的做法是对的 我们的争论可以结束了 我们的斯大林元帅 是支持你们的想法的 这一下就为我们今后的作战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从最初的参战之难 到初战之民 这支被麦克阿瑟 完全不放在眼里的空军部队 为什么能够击落 强大的美军飞机 这里面的奥秘是什么 我们最后简单说一下 首胜之谜 从大的方面讲 当然是我们毛泽东 我们中央军委 对整个全局的把控 包括提出这个 这个慎重参战 不必惊人 其实都是针对 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 我们采取了一种 积极稳妥的战法 这有点类似于 当时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 以弱胜强的那样一种打法 我们不能跟你应拼了 我们还得益于 方子义是党大胆灵活的指挥 整个作战是他具体 直接指挥的 这个方子义呢 也是个非常杰出的 空军的一个指挥员 你看他在跟这个 巴斯盖维奇市长的交涉中 在对空中作战的指挥中 非常灵活 正是他跟李汉 商量出了这么一种 所谓单干的这种打法 才为我们赢得的战绩 那么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 当然是我们李汉 28大队这批飞行员 他们刻苦的训练 顽强的战斗 以及在战争中 已经初步掌握的空战技能 这个李汉和他的 28大队 他们是空事实的部队 这个大队呢 有这么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飞行技术 是在当时部队中最好的 这个大队原来是 混成势力的一部分 他们从1950年的7月份 就开始改装米格15 是空军最早改装米格15的部队 练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组成空事实部队之后呢 到了10月份 又继续进行改装 这个28大队啊 他们几次参加过 就是这种掩饰性的 简约性的飞行 特别是在11月30号 他们还亲自给朱德总司令 展示过他们的训练成果 当时朱德总司令 专门到这个东北来视察 那么就在机场上 那个28大队的飞行员 就是展示了这个 双击连续四次起飞 四级编队 八级编队 以及四级这种特技 这么一系列 比较高难度的飞行动作 当时看完之后 朱德总司令还非常高兴 就勉励他 你们出战一定会必胜 所以说整个 他的驾驶技术水平来说 28大队 整体上是比较强的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这个大队就是 政治数字非常的好 这个大队 八名飞行员 全部都是共产党员 参战热情是非常高的 战斗一直是非常旺盛的 他们在参战之前 都写下了保证书 写下了这个求战书 上面的话就是什么 我撞了也要把敌人撞下来 刚才我们提到了 威尔逊他回忆的 1月29号的空战 李汉那么直论论 不按套路出牌 那么一种打法 其实就是一种 空中拼刺刀 撞而要把敌人撞下来 这种精神 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 也是让美国人 见识了我们这种战斗意志 所以也就是有了这些原因 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 支援军空军 才能够把嚣张的 嚣张到不可一世的 美国飞行员给打下来 当然了我们在整个 朝鲜战场上 能够取得胜利 能够打下美机 原因很多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 基础条件是不能不提 这个就是装备 也就是我们的飞机 那么我们在朝鲜战场上 使用的是个什么样的飞机 它跟美国人的飞机相比 谁好谁差 我们的飞行员又是怎么掌握这种飞机的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